這間快餐店最近推出的榴槤雪糕好熱 令很多粉絲爭著去吃 其實坊間還有很多選擇 今次由這位榴槤達人出馬 試試哪間榴槤雪糕醉店 它不是很濃烈的榴槤味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不覺得是榴槤 吃起來就有榴槤味 但是還是少許 不太濃 我想如果不吃榴槤的人 都可以接受到 單位就一般 因為榴槤味不太重 奶味也很普通通 裡面就看沒有榴槤肉 都吃不到 滑度 可以接受 這杯很香 天然的榴槤香味 不會嗅到像香精的榴槤味 偏甜 但也可以接受 肉 少許 但不太多 奶味會蓋過榴槤味 牛奶可能用北海道牛奶 很滑 這杯吃完會有一些榴槤的魚香 在口裡 這杯很清新的榴槤味 不會黏鼻 這個會吃到榴槤肉 都很滑 但是偏甜 會像在吃榴槤 少許 因為它用的榴槤 可能是B24 奶味不是太濃 但是榴槤很香 很香 這個有少許榴槤味 都有天然的榴槤味 或者加了少許香 這個口感很好 但是不像榴槤雪糕 我吃不到肉 奶味比較重 榴槤味很少 甜度適中 沒有榴槤的鮮果味 沒有榴槤的鮮果味 有榴槤香精味 吃下去也沒有榴槤味 沒有榴槤肉 像芒果雪糕 沒有包 真的連少許榴槤味都沒有 完全不像一杯榴槤雪糕 我想如果不喜歡吃榴槤的人 都可以吃光 這杯榴槤味很香 這杯是這麼多杯之中最香 香得好像打開一個真的榴槤一樣 這個真的好像吃榴槤肉一樣 很多肉 這個雪糕的榴槤 真的是一塊塊 這個應該是貓山王榴槤 它的平衡也做得很好 吃到榴槤的香味 它的奶味不會蓋過榴槤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吃榴槤的 這一杯一定不能錯過 這間近乎滿分的榴槤雪糕 這麼好吃 原來有原因 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是用新鮮的榴槤擦肉出來做的 外面可能是用一些 我們叫做香精的東西 放進去做的 所以可能我們會比較新鮮 味道會比較原汁原味一點 我們就用老樹最正宗的飽山王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樹熟熟的 我們在黃金時間 樹上跌下來三個鐘頭裡面 就將它用-80度的淡氣 令它立即我們叫做 可能是霜神了 就會鎖掉所有的香味 甜味都在裡面 之後我們食用的時候 就可能在雪櫃拿出來 可能我們叫做解凍它 當你解凍完畢組的時候 就會變回當時樹上不然熟的時候的味道 有空一種的衣服 不積極大師 你不能熟一種 Gramm 你沒有熟一種的衣服 你不想的 你不用再問你 你不用再問你